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5月31日 也是圣神降临节主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不怕宽恕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若望福音》第20章第19至23节 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为怕犹太人 门户都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 门徒见了主 便喜欢起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虚了一口气 说 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就给谁赦免 你们存留谁的 就给谁存留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愿你们平安 这是复活的主耶稣 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 愿 代表耶稣对我们的渴望 祂渴望我们平安 但我们自己渴望平安吗 或许我们觉得耶稣的话 就像魔术棒一样 说平安 平安就立即改变了人的个性 愿你们平安 代表耶稣会全力以赴 支持我们对平安的渴望 但人也要先为平安做出努力 而第一步就是要宽恕 如果心中不平安 看看是否是心里正在怨恨谁 计较谁呢 还是有在责怪自己吗 我们很容易失去平安 因为小心眼 事事都要利我 要平安就是要宽恕 走出自己的害怕和胆小 与其说不愿意宽恕 不如说害怕宽恕 害怕什么呢 害怕丢脸 有什么比丢脸还更可怕的吗 不敢承认自己有错 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形象 另外 人也很害怕努力 一旦认错 就要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我们不喜欢把自己累坏 还有 我们更是害怕失败 一说自己会改 就会被对方盯着看 一回到老路 就会被他说 这样的失败感 太令人丢脸了 请求自己 让已住在你心里的圣神 帮助你走出丢脸的恐惧和监狱 求他让你死于救我 活出心我 宽恕别人虽然可怕 虽然累 但活在不宽恕中 更会让人窒息 愿如风一样的爱 吹进你心里 给复活的主展开门窗 愿自己再次活起来 请品尝尝圣炎 求耶稣在你身上 深深深吹一口 他充满生命的气 意识到自己身上 意识到自己备住宽恕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你还在怨恨谁呢 今天 是否可以宽恕一个人呢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 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不再 怕丢脸 怕宽恕 让耶稣的爱 吹进我们心里 再次活起来 祝大家圣神降临节 祝恩满满 我们明天再见